本为定 原来也非法曲 花花的膝盖 原来我是牙鸡 狗嘴的附带 哥 哎呀 佩伦来了 快坐吧 怎么着啊 今儿还是老三样 一串羊肉串 一串烤韭菜 八串烤饼 又为呢 哎呀 咋的了 你俩组队参加那喜剧节目还选没过呀 佩伦啊 哥跟你说句实在话 就你天天在哥这烧烤摊排练吧 哥也看出来了 你俩确实天赋一般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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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赋一饼 大哥给你加个烤饼啊 哎呀 怎么着 今儿怎么庆祝 哥 首先把咱们家菜单所有的菜先走一轮 没毛病 又为还不知道呢 我准备给他个小惊喜 哎呀 这是弄了个蛋糕啊 哎呀 这太好了 但是有一点你得答应哥啊 你俩今天只庆祝不排练 一排练老吵架 哎 哥 你这个行啊 我俩就排练 欲让我先意 我先让他生气 然后他一生气 你帮我把这个蛋糕就上来 你要是排练的话 我不给你上啊 不是 哥 你要给我上的话 将来我俩出名了 我俩免费给你这个帅筋烧烤炸盐 帅 帅烧烤 你就说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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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 我上 不就淌个蛋糕吗 哎 走走走 那个 这个事啊 你别告诉张优伟啊 我保密啥也别说啊 哎呀 给你逗明白的 我先藏着 我先藏着 哎 又喂 又喂来了 哎 哥 先把菜单上所有菜都走一轮 那可就是又一轮了 毕竟是我跟裴伦在你这 最后一顿了嘛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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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星 吃不了我这小白当了 哎呀 不是 哥 是我要离开北京了 有 你看我这岁数也不小了 一直在北京搞喜剧 也没搞出名堂 再这么下去肯定死路一条了 啊 我想好了 我决定回河南老家 跳街舞去 呃 你要回老家 对 呃 大哥觉得吧 你这个年龄 回老家跳街舞呀 那属实属于是死路换死路 啊 你实在不行呢 你这样 你留下来跟大哥一块干烧烤 啊 用你们老家河南话说 最起码我这还有个活路 哎呀 你都比我有天后 哎 哥 这个事啊 我还没跟佩如说呢 你先帮我保密啊 啊 好 一定别告诉他 他这个人啊 比较脆弱 敏感 胆小 他在你这一点优点都没有 情绪波动还比较大 哎呀 你就先别波动了呗 你也要不先沟通沟推呢 我还没想要怎么跟他说 要不这样吧 一会儿他哭抱着我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蛋糕给我上了 现在这个情况他确实不一定能哭啊 老板 他哭就上啊 保密啊 他哭就上啊 佩伦啊 干啥呢 不是你佩伦 你生气你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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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公司那么回来 张又为 哎呀 海选没过 肯定是排练不够啊 佩伦 今天咱俩就好好吃顿饭好吗 啊 一说排练就吃饭 你就是逃避排练 不是 我今天有话跟你说 有话说 有话说那就是要吵架呀 吵架是吧 来吧 行 听你的 来排练 排哪段 啊 听我的吗 不是以前你不最喜欢说了算吗 这次你说了算 我说了算啊 我说了算的话 我 哎 咱们排那个呗 你最最不喜欢 我最最喜欢的 放屁如同风铃般优雅的男子 行 来 排那个 啊 排吗 不是以前一排这个你就生气了 排吧 来 你咋不生气呢 哎呀 他生不了气 他今天他生不了气 啊 他说了 哥 你说了 不是 不是 是 他说那个说跟你说那个说 不是一个 行了行了 哥 别说了 我说啥了 你考串去吧 你半天一个串没上呢 那你说我一个串没上因为啥呀 哥呀 你看我俩事你就别掺和了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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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嫌我残活了 啊 OK OK 你俩自己说吧 所以你都知道了呗 我肯定知道了呀 那什么心情啊 我老开心了 啊 啊 啊 这咋还迷茫了呢 老张啊 这不说明咱俩这路越走越宽了吗 那是越走越远了 我作为上帝视角 我高低我得提醒一句啊 这个说的是前门娄子有个兔子 哎 这个说的是跨过轴子有个屋子 哥 我俩兄弟这边谈谈心行不行 别掺和 谢谢你 感恩 好吗 好灯啊 喝一个吧 来吧 来 来 哎 下周是吧 重要时间先锁 啥下周啊 明天 明 明天吗 对呀 我票都出了 啊 你咋有票呢 那 那我咋没有呢 对呀 你咋没有呢 不是我和你一起吗 不是我和你一起吗 你回老家 你跟我一起干啥呀 你回老家 对呀 你刚不都知道了吗 玩咯 逼咯 大老板 海选过了你要回老家 海选过了 不是 张耀维 你要回家这个事 你不提前和我说一下吗 海选过了这么重要的事 你不告诉队长我吗 谁给你放的队长 我还团长呢 我宣布现在开始排练 我来部署一下战略啊 首先 放屁男神那是不行 首先 我那个挚爱的作品叫 放屁如同风铃般优雅得男子 你先别放屁 我来想想初五台作品 刚才我一样 你刚刚疯狂给我椰撒案的 现在这一听海选过了 这死初又回来了 你不要回家了你 初五台我们就定小号手 一个人由于手气 把自己变成了小号 就他了 来 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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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小号手 小号手 哎 排练 这个小号我能看一下吗 哎呀 你手那么欠 你别给我弄坏了 就吹一下啊 哎 为啥吹不响啊 你得先吸才能吹响啊 哦 先吸 好了 我要演出了 把我号给我吧 啊 我后嘴呢 啊 你把我后嘴吃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干啥呢 我排练啊 不是 你排练啥态度啊 我啥态度啊 不是 你现在一点不积极啊 状态很低很低 我 我低 你要多高啊 你现在就是十五 我十五是吗 我给你一百八 你要一百八我给你二百 我给你二百五 来来来 小号手 啊 佩伦 你这个号能玩一下吗 你别动啊 你手那么欠 你再给我弄坏了 我就看一下 吹一下啊 哎 为什么吹不响啊 啊 想吹响 你得先吸啊 你再吹啊 哦 先吸再吹啊 啊 好吃啊 哎 张伟 我要演出了 把我号给我吧 啊 啊 我号嘴呢 我号嘴呢 你把我号嘴给吃了 啊 啊 啊 哈哈 超笑啊 你以后决定 不是 你干啥呢 啊 还嘞啊 耍着眼啊 你不想耍着来吗 我为啥耍 我不会跟你搭吗 哎呀 妈呀 这时候想着和我搭了 你走的时候 怎么不想着和我说一声呢 颜佩伦 你这人就心眼小 我心眼小 我心眼有你那个点子小啊 你那点子就这么点 什么小号手 一个人把号嘴吃了 成小号手了 哈哈 啥你点子小啊 放屁风铃难 首先 我那个至爱的作品叫 放屁如同风铃般优雅的男子 颜佩伦就你这破点子咱俩称子就一轮 那一轮 一轮跟这点子有关系吗 那不是因为跟你组队吗 想的这些破烂子 那当初要不就剩咱俩我能选你 你这话都说了 当初就剩咱俩 那是谁选谁的事吗 哎呀 那就是一坨屎吧 那就散吧 散 啥点自然呢 哎呀我这褶子也不自然呢 我这 散吧 对确实不该跟我组队 就咱俩整着破烂子能走到最后吗 能走到最后 我现在演员身份我退去了 我以舞者的身份我跟你好好斗个别 好 范晓伟 你别搞这个 我们可不玩三行 怎么有人孵了呢 哥 你孵啥呢 佑晓 你说你俩买个蛋糕 写那字还一模一样 都是前程四眠呐 前程四姐 四姐四姐 张伟伟 其实我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 我这里痛 我这里痛 不是 那你是不是真的要走啊 要不我送送你吧 咱们都好哥嘛 海选不过了嘛 老夫觉得可以再试一把 那咱 排练吧 排什么 我提意啊 排我那个挚爱的作品 放屁如同风铃般优雅的男子 肯定不行 不行吗 真不行 不是 咱俩把老板叫 来来来来 哥 哥来 哥 你出来帮我 你看看他这个傻段子 首先呢 我们两个人在一个电梯里 好 飞演这破玩意儿 来来来 来 哎 您好 帮我按下电梯 好 你去几楼 你好优雅呀 我去二十三楼 好的 我帮你按啊 哦 真的好优雅呀 我去二十四楼 谢谢 您好 您闻到什么异味了吗 您好 是你手机响了吗 对不起 我放屁是风铃声 吃凉的了 真的很臭 像 就很臭像 我就说不行 啊 那那那 那咋办呢 哥 你这个 一个商务会谈 一个特别油的男人 对 来来来 你好 颜总 你好 蒋总 哇 您的这个气泡音好油啊 你好 您这个手也好油啊 他们 都说 我是油腻的男人 你这个手也好油 很油 油 很油 但不是很油脉 不油脉吗 不油脉 哎 哥这个 哪个 摘下背包就失去平衡的男人 哎 哥这个好 就一个安检门啊 我包很沉啊 哎哎 哎 你好包固很安检 好的 哎 门到这边 哎 门在这边 不信不信这个真的不信 那个 我带你把串给你俩热一轮吧 不行吗 哥这不行这咋整啊 这第一轮容易过不去啊这个 你快想想办法 说话呀 说话你别老动手 哎呀你别打扰我想着呢 我一心不二用 一心不二用 有 场景 场景 玄机馆 好 你是学员我是教练 那我动的时候不能出伤 出伤的时候不能动 就他了 来 有位出卷 撒撒撒撒 撒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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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撒撒 不是你动作跟声音一起啊 哎哎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问题 太专注了所以一心不二用 你动手不能撒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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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师们好 谢谢 那个那个 又一轮普拉斯 又一轮普拉斯 编剧普拉斯 来 我们请普拉斯到台上 赵有为你这身衣服 是那个结婚的 是我们一洗的时候 当时那个衣服 我这有点缩水了 我这个 你吸了光打了 你这衣服穿 这为什么呢 一洗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就是这身衣服 然后参加第一赛段 二洗的时候也是这身衣服 当时想的是再创辉煌 二洗惨遭第一轮 就下来了 所以来到洗夜 我俩就说 那咱就把这个辉煌 看能不能续上 然后就继续保持这个衣服 对 你们俩是那个时候 就跟普拉斯合作吗 二洗的时候 对 我们二洗开始合作了 然后一轮淘汰 他说就说我们 三十满天星 居士一起走 啥意思啊 那句是一坨屎吧 那就散吧 然后我们就用到台词里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哈哈哈哈 这里面有好多回忆杀呀 对 而且其实想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我们用sketch的那个 最早的阶段 其实我们中间所有的点都是sketch 对 那你解释一下那个c是啥意思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是场景的意思 就是这个段子小段落演完以后 就是c就告诉刚刚那个已经结束了 对 因为我们早期就是一个点子 就会记性开始演 对 演成什么样也不知道 然后呢 就尴尬的时候就自己c 演不下去了就c了是吧 对 对 这个交流就是c 不信不信这个真的不信 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直接演那个 就是放屁优雅的那个男人 首先他叫放屁如同风银湾优雅的男女人 因为那个他就是一句话的笑话 他真发扬不下去 那是真展开不了啊 可不可以把这个 遇到的男人和那个油腻的那个男人 和那个其他的那个变成是一个 就是在外面就没有再有那一层的一个作品 有没有想过 哎 真没想 但是可以想想 但是不敢把这么多缺点 放到同一个男人身上 我想表达我个人 我非常喜欢这个专业委员 谢谢老师 他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那种演员 然后他还会跳街舞那种 嗯 我不了解 又为在整个的这个演员的这个生涯当中 就是这个道路 我不知道你走得顺不顺 其实这个段子有很多 就是真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因为本来也可能是代表我们 又有点plus 最后一个作品在这个舞台上 所以可能有点私心 就是想把我们这一路 所有的真实的一些经历 包括吵架可是不真实的 真实的一些经历全放到这个舞台上 明白 比如说我要离开北京 当时真的想法就是说不行 回老家干老本行跳街舞 然后当时灌潮说有一个 一起这么一个节目 你要不要来在面试再搏一搏 今天7月23号准备去北京 我们要进行排练 你这次回北京有什么感觉啊 不是 只有感觉跟做梦似的 真的是我跟佩洛威亚都是 就是只想干这件事 就是不是说只能干 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 我觉得又为特别具有代表性 包括我觉得颜佩伦也是 他们俩在一起代表那种 有的时候走得很辛苦的那些演员 但是我觉得我要给你加一个 感觉是要用意习杂加几天 行吗 老师 特别祝福你们两位 谢谢老师 谢谢 这样 导演 就像你的下一个作品 你已经订了孔令美 是一个严厉的母亲 那他能不能有一个 会跳街舞的儿子 这样 可以把头发养队 整个就连起来 我们跟腾讯 在马所有的演员的这个 执行的时候 我都是会第一时间 想到喜人的演员 我们尽量地为喜人争取 好吧 好 那回头决赛的时候 我们期待着腾讯视频 各位老板要到现场来 真实地见识一下 见到一下 看见一下 我们所有喜人的表演 是吧 是的 好 马依丽老师来说一说 我这段时间 因为我一直在补课看这个 前面的这些 我有一个感受是很强烈的 就是问到回来助演的那些 原来的喜人们 他们最开心的一件事 反馈就是 我进组演戏了 所以我再次要求马东老师 这样的 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要让这些 懂得给大家带来快乐的 这些喜人演员们 给他们一直走下去的舞台 就给他们真正可以展现 自己魅力的舞台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谢谢姐 谢谢马依丽老师 尤其是对喜人奇妙夜的肯定 以及对下一季的 这个对腾讯的这个召唤 呼吁要求我们必须做下去 我们就稍微涨一点点价格 我们保证继续做下去 妈老师 好 那就谢谢又一轮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分数 好的 看一下这个作品的观众投票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投票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一软八千八百票 好 最后一轮佩拉斯 谢谢老师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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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定 我们最后一个作品的名字叫做 一轮为定 取自一个谐音梗叫做一言为定 这不叫谐音梗 这叫没电好吗 相机也没电了 机器有电 机器有电啊 那你就收声吧 一轮为定就是要告诉大家 曲中人散 灯关了 人走了 舞台再见了 这么伤感 对啊 因为说实话 我哥俩收获了已经很多很多 这是我们 你放到三年前都不敢想的事 就很满足了 那这一轮其实就是在创作你们 最后一个作品吧 为什么不一样吗 本来就最后一轮了嘛 所以说我们可能存的有那么几个点子 可能没有再多的机会能展示了 于是我们就来了一个大融合 对 而且其实剧中的角色就是我俩本人 所以其实反而心态上会相对放松一些 对 好 那我们现在画的地方 有惊喜要送给你们 这咋整的这么那个啥呢 你看他设计的这些玩意 这是咱们呢 给他整的艺术人生那出 我的天 给个电视啥意思 电视还有小片要放是吧 我觉得会很恶心这个环境 他给你整那个所谓什么最后一路 你录啥没录啥吧 你录啥了 我没录 我没有 那肯定是得放你的 我得看你的 你按你骗我的 你说我俩都录了 我没录 放好 我也录了 你快来吧 放我 突然说让我要和老张说点话 其实我是那种 就是东北孩子那种有话有点说出来 但是其实细想了一下 我觉得其实还是真有些话想和优伟哥说的 我们第一年参加比赛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北京又混得不好 甚至于第一赛段我们要有真秀的衣服 然后我在瞅怎么办的时候也没什么钱 然后那时候直接拿了一套小灰色的运动服 我们的衣服已经倒了一半 他倒个衣服 我倒个裤子 他这事照项不照项 但是呢 那个衣服我们 如今已经穿了四娘了 就想想还挺酷的 想跟你说句谢谢 哎呀 然后 然后啥等着 还有彩蛋呢 对我记得 我记得 我还录了挺长时间的 我后面还有十五分钟呢 啊行吧 那我的那个是全部放了 嗯 我好弱呀 哎呀 放不放不放 这个节目组啊 丧尽天良的 非要我给佩伦录一段 话 挺反而挺矫情挺恶心的这个环节设置 所以我觉得 我就也不知道说啥 我就给佩伦写首歌算了 是不是这个感觉更矫情 哈哈哈哈 这首歌叫 那个 悠悠楼plus 一个口水歌 都不错了 恶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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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心恶心 应该给佩拉斯视频这首歌 想起第一次学圈 你为来 算算破 啊 哎呦 我鸡皮疙瘩都起了 哎呦 啊 哎呦 还别是 我在做个称晗里面 啊 后来的我 住在街 新花园 你哥家躺 了半年 哈哈 再穿辉煌 你促穿了两年 把霜打进白色 我要先拿了 拿什么记得我 于是我们淘汰了 又淘汰了 第二季茶店仿佛没来过 幸好能有机会当主演呢 一年一度配轮大赛诞生了 在床辉煌来的三年 恭喜恭喜成功进行 恭喜永远 有大的 永远的明天 又一轮plus能够 能够足利监 咱们足利监吧 我们会在组里相见的吧 我个人觉得我和他最舒服的在一块 就是我们的那个距离 如果从下来形容这个距离的话 你能多长 距离 一个臂展那么多长 那就是一厘米吧 对 正好就是他学我 像他的手 你把手能抓住的距离 其实包括这首歌也好 我们的一轮围定也好 我觉得是给我们的过往 做个小总结 对 小总结 喜剧舞台的梦 可能做完了 接下来要做别的梦 帮我打满吧 最后一次采访 一路